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 刚才听到家庭祭坛的分享 我非常感动 很真实地将基督徒的家庭和其他人不同的特征表现了 其实家庭祭坛 阿伯拉罕可以是表表者 他是到处 他的家庭去到哪里都捉起祭坛 来纪念上帝的作为 来表示他对上帝的感恩 今天我和大家在有限的时间里 分享阿伯拉罕献以撒的经文 我要先声明 因为大约两个星期前波露神学院有个毕业礼 我们请到荣休了的香港神学院院长 赵玮牧师来分享 他大概分享这段圣经 不过时间比较再短 当他分享完之后就刺激了我想 我再去研读这段经文的时间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用这个考试做一个题目 如果你留意到这段经文的第一节 圣经说 这即是时候神要试验阿伯拉罕 试验阿伯拉罕 试验即是如果用我们的说话来说 即是考试 这个字句 试验这个字 是全本圣经在这里第一次出现 而是上帝为了阿伯拉罕 开始一个试验 一个考试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考试作为题目 暂时我有个点 请你下下一张 你看到这个做爸爸 是世界上其中一件很艰难的工作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 可能是99% 都没有经过训练班才做爸爸 可能我们也有少少训练 关于什么孩子出生的时间 如何帮忙 照顾孩子 但真的要做一个好的爸爸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是有这样的训练经验 如果你出生于一个比较好的家庭 父母是一个很好的关系 你还在成长里面 潜移默化 如何学做父母亲 但事实上好的家庭 真的不容易 我最近留意到2022年 有一个家庭幸福指数 有一个家庭幸福指数 在这个百多个家庭里面 觉得幸福指数 香港是排在第81位 即大概是幸福指数中间 但其实这个幸福指数里面很多因素 比如经济环境 人的寿命等 香港是很高分的 不过事实上 总体上来说 我只是排在中间 请你留意 比中国在71位 还要低十多位 还要低11位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而家庭幸福指数香港不高 可能其中和下一个调查都有关系 在2019年的报告 如果计算那一年有多少人结婚 然后那一年有多少人申请离婚 这样做一个比较的话 香港的离婚率是48% 差不多一波 即是有两对人注册结婚 就同时间那一年有一对家庭 一对夫妇离婚 离婚的家庭 怎样谈得上幸福家庭指数呢 所以这也是息息相关的 而基督徒很可惜 在这个数字里面 其实我们也有份 不是因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特别是完全和数字不相同 在这里我不再多说了 亚伯拉罕面对人生的考试 他怎样建立一个模范 特别是家庭的角度 怎样建立一个父亲的模范呢 我想今天从这个角度和大家分享 在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 有很多考验 有些人说是十个 有些人说是再多些 不过我想简单说 起码到这个阶段有七个不同的考试 他首先要离开本地本族 这个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开始介绍亚伯拉罕出来 就在创世纪第十二章 他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 这个可以说是离开一个安书区的考验 亚伯拉罕也曾经因为他质疑罗德 财物太多 所以那些仆人之间起了纷争 亚伯拉罕面对一个究竟亲情和财物之间 他怎样做一个选择 另一个考验 曾经有四皇和五皇争战 四皇打赢之后 将罗德都露走了 亚伯拉罕当打赢四皇 将罗德救回来之后 这个皇帝就说 我就给财物给你 但亚伯拉罕竟然说 连一斤的鞋带我也不要 因为他想显出是上帝的荣耀 不是自己争战的一些益存 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要和撒拉会生一个儿子 但等了很久也没有 所以他听了太太说 就娶了妾侍 下夹他的仆人为妻 这是上帝跟他说 神岂有难成的事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其实这些考试里面 亚伯拉罕都有成功的地方 不过明显有失败的地方 就是亚伯拉罕两次 因为太太生胎 这个真的很奇妙 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小时10岁 亚伯拉罕75岁 他落埃及的时候 他太太65岁 因为很漂亮 漂亮得被人抢了 挺厉害的 从一个角度来说 他是亲属的关系 所以说不如你认我妹妹 用亲戚关系 但是很明显 在家庭 当进入险境的时间 亚伯拉罕是失败的 是红色的 另外一次更大了 年纪更大了 同样地 亚伯拉罕在险境里面 都是要讲大话的方法 险色令家庭受到亏损 所以你会发现 当要考验的时候 最埋身 家庭可能是最彻底的 令我们究竟会不会失败的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你在教会 甚至在工作环境做基督徒 可能比不上家庭做一个认真基督徒 那种难处 因为家庭是最埋身的 你是要一致的 是这么多年都被人见到的 就不是一件事 两件事 现在来到最后 对亚伯拉罕来说 在圣经记载当中 差不多是最终的考试 最后一个考试 就是上帝竟然 吩咐亚伯拉罕 献上以撒 这个考验 是一个要完全信服神的考验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是非常难的考验 我想我只是牵涉的问题很多 所以我只能简单说 这个似乎是一个不近人情 和不合圣经的教导 甚至哲诺家康德 因为这件经文 就觉得应该不是圣经的说话 因为神不会这样做 怎会叫后来在摩西律法里 神禁止人将子女献上给偶像的这位上帝 在这里他竟然叫亚伯拉罕献上的子 好像很不合理 当然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个别的事件 是上帝特别给亚伯拉罕的考验 应该不会给你和我 除非你一百岁生子 你才可以考虑一下 会不会我都像亚伯拉罕那样 亚伯拉罕一百岁生子 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不是每一个人的经验 同样地 一百岁生子之后 叫他献上以撒 也有一个特殊的考验 只有亚伯拉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上帝给他这个考试 在这段经文第二十二章一到十九节里 也要留意 那晚翠弘牧师给我一个注意的地方 这段经文里 总共有一句说话出现了三次 这句说话就是 我在子女 我在子女 在第一节的经文 出现了亚伯拉罕回应上帝 我在子女 第二次出现就是第十一节 那个对话就不是跟上帝说的 是跟他儿子说的 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间 以撒问 那柴和火在哪里呢 当他问的时间 他这样问的 父亲呀 亚伯拉罕回答 我在子女 第二次的回答 第三次的回应是第十一节 就是当他准备要落手 将以撒来到撒害的时间 献上的时候 神禁止他 神呼召他 阿伯拉罕阿伯拉罕 上一次叫他的时候 一次叫阿伯拉罕 今次再紧急些 或者再亲密些 两次说阿伯拉罕阿伯拉罕 然后他同样第三次说 我在子女 我们试试看这三个 我在子女的上文下理 来作为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重点 首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的第一和第二节 他说这些是以后神要试验阿伯拉罕 神呼叫他说 阿伯拉罕 他说我在子女 然后上帝说 你要戴着你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用三个不同形容的方法 就是你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 不要搞错 不是另一个下甲山的以撒马里 是你所爱的以撒 然后往摩利亚地去 在那里 你要把他献为凡祭 非常清楚的 不是去到 做一个宗教仪式 然后带他回来 是你去到的时候 要将他献上 我解释一下摩利亚地这个地方 摩利亚地 在圣经里面 总共只有两次出现的地方 第一次就是这里 上帝吩咐阿伯拉罕 要将以撒献上的地方 在摩利亚地 摩利亚地 摩利亚地在哪里 如果只是这里 我们比较难理解 很难去知道 不过在整本圣经里面 第二次出现 最后一次出现 就是在历代治下的经文 历代治下第三章 第一节说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建圣殿的时间 就在摩利亚地 这个摩利亚地 同时间也就是 大卫当时 他为了上帝 向上帝祷告 献祭坛的地方 他是准备建殿的地方 也就是说 根据这个经文 如果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是指同一地方 有时候有机会 两个同名 未必一定是同一地方 如果是真的同一地方 这个就是圣殿之所在 今天 如果大家去意识旅行 你们都见到 在耶路撒冷一个山坡上面 有一个回教的金庙 有一个回教的金庙 那个地方就是回教徒 相信就是当时 阿伯拉罕献以撒之所在 里面有一个大的石头 那块石头 他相信就是 是阿伯拉罕献以撒之所在 当然很难稽考 不过 的确有些经文 给我们这样的指示 我们试试从地图的角度看 这幅地图可能比较小一点 大家很难看得到 如果把它放大一点 其实也不是很大的 你只能留意到 最右边有一个死海的地方 最死海的南部地方 有一个城市 就是阿伯拉罕现在所住的地方 别士巴 别士巴 如果摩利亚地 即是耶路撒冷一个山坡 大概在这个位置 两地相距 是45英里的路程 换言之 这里说他走了两三天的路程 都是一个合理的计法 是行步行 45英里的地方 好了 然后 神和阿伯拉罕说 阿伯拉罕他说 我在这里 当神跟你说的时间 你对上帝的回应 我在这里 很多年前我听了一位牧者讲道的时间 他用了这样的方法去表达 他说 这个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说 我可以猜派谁呢 我可以猜献谁呢 而这个以赛亚就说 我在这里 请猜献我 同样都是有类似这样的说话 他说你看看那些宫廷剧 当皇帝说 某某大臣 某某一个宰相 他的回应一定是 小人在 当皇帝宣布的时间 叫一个人名 或者说一件事的时候 他的下属 他只能说 我在这里 这是基本的 一个下级的对上帝 或者对上面的人 一个这样的回应 阿伯拉罕一生到了这个阶段 他仍然保持这个心 我在这里 上帝说 他的回应就是 我在这里 当上帝吩咐一个很难的差事 差不多是阿伯拉罕的话 最难的大考 好 献上以撒 但请你留意下 接着下来 阿伯拉罕的回应 他清早起来 会不会是早一晚 上帝在梦中 或者用异仗 和阿伯拉罕说 他毫不犹疑 也没有和人商量之下 就向上帝作出回应 带着两个仆人 和以撒一起去 圣经还说 他砍好了梵祭的柴 其实他去到当地的地方才拿 但阿伯拉罕要全部的一手一脚去准备 正如过去建筑的家庭祭坛 都是一手一脚去准备 然后他就跟着上帝的指示 圣经说 去到第三天的时候 看到的地方 上帝指示他 就是这个阿摩利山 阿伯拉罕留下他的仆人 然后继续去 请你留意这句话 他说 你们和牢在之等候 我与同子往那里去拜拜 就回到你们子里来 这里和学本的翻译不是最清楚的 就回到你们子里来 如果你看看其他译本 甚至看原文圣经 你知道 这里是说 我们的濕续是我们 我们就会回到你们子里来 即是阿伯拉罕有信心地 他现在去那里献上以撒 上帝一定有他的办法 将他们带回来的 那个原因就是 上帝答应阿伯拉罕 万族会因为他的后裔得福 而他的后裔 神多次说 不是以撒玛利 不是他的大儿 是妾侍生的儿子 是以撒才是 如果以撒真的死在祭坛上完结 上帝的应许怎能应验呢 怎样因为阿伯拉罕的后裔 而他的万国因此而得福呢 所以他有信心相信神会 用不知道什么方法 可能是祭祀 可能是叫他复活 但是上帝总有方法 叫以撒回来 这个就是希伯拉罕首章 当讲阿伯拉罕信心的时间 就说阿伯拉罕竟然 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从未见过死人复活 没有听过死人复活 他相信神会叫以撒回来 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信心 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 真是很看顏的地方 我们很多渣纳才敢做决定 但阿伯拉罕什么都没有 只是相信上帝的说话 而信到令他心爱的儿子献上 他都知道上帝一定会有其他方法 我们一定会回到这里 第二个我在子女 就是当阿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 去到两个人 放下了奴 放下了另外两个仆人 两个人报行上阿摩尼山 你可以想象阿伯拉罕当时的心情 这些作父亲我相信你一定会明白 很难很难的旅程 我上去是要献祭 而那个祭生就是我的儿子 是我老来的儿子 一百岁才有这个儿子 现在我要把他杀死献上 大概他没有跟以撒说太多 因为你看以撒的问题 以撒应该不太知道什么事 当两个一路走的时间 圣经很清楚很细致记载说 阿伯拉罕将柴放在以撒的身上 即是说大概以撒当时 不会是几岁的小孩 几岁小孩 怎可以去行山拿着柴子 这些柴子应该不少 因为要献祭所用 最低限度 以撒当时应该十二三岁 最低限度 以撒当时应该是十二三岁 如果以撒是十二三岁 阿伯拉罕是多少岁 一百一十二三岁 相当年纪大 但他体力很好 可以去行山 以撒对阿伯拉罕说 父亲啊 父亲啊 这是否最多 所有父亲最喜欢听的一句话 你想想一下 在你的儿子出生不久 小时候 大概一岁左右 他开始学画的时候 他第一句叫你爸爸 叫你爸爸的时候 对父亲来说 那种震撼力 对父亲来说 现在他要送别的儿子 在圣经记载里面 如果这个送别是永远的话 这句话大概是最后一句话 父亲啊 是一个很震撼的 对阿伯拉罕将要献杀的人来说 很震撼的一句话 阿伯拉罕同时说 我疑 我的儿子 我在这里 阿伯拉罕不单止 上帝说话的时候 我在这里 当他儿子需要他的时间 他儿子需要说话的时候 当他儿子呼叫他的时间 他同样说我在这里 这个给很多服侍主的人 很多反省 对不对 上帝呼叫的 我们说我在这里 我们的儿女 我们家庭 呼叫我们的时间 会不会我们同样说 我在这里 侍奉不能成为 不负上家庭责任的一个 excuse 对神我在这里 对子女我在这里 原因是 这些都是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 然后 这个以撒 他已经大度可以问一些 比较有理性的问题 不是一些好像无关重要的问题 他说火和柴都有 但是梵祭的羊糕在哪里 他知道梵祭的羊糕 他也看到现在没有的 他就把两件事夹在一起 觉得有问题 这个我再说 起码他是十二三岁大的一个这样的年纪 然后想大家再留意一下 这段经文里面 同样用了两个字眼 用了两次形容 当他们准备走上山的时间 以撒背着柴 阿伯拉罕拿着火和刀 这个火和刀大概是火石 和一把可以献制用的大刀 然后圣经说 于是二人同行 一起走那条路 以撒被献上 阿伯拉罕和他同行 跟着 当阿伯拉罕回答了刚才以撒问的问题之后 同样地第二次出现 于是二人同行 作为父亲的 不单止回应这个儿子的需要 他还和他一起走过这条 非常不容易走过的路 父亲能够和子女一起走过的路 特别不容易走的路 是父亲的荣誉 父亲的特别角色 千万和你的子女不要无论谈 不要和他无论谈 甚至他儿子大儿子的世界 我不理他了 你要和他同行 第三个我做子女 就是当阿伯拉罕决心 将以撒献上的时候 真是将他绑上 摆在坛的柴上 然后准备拿出这把大刀 要杀以撒的时候 你看到大概这里 如果刚才我们推论 以撒最低的人十二三岁 阿伯拉罕也百多岁的老人家 究竟以撒有没有挣扎呢 我听过一个笑话 他说阿伯拉罕为了要献上以撒 所以想起一些计划 以撒你看看那边 然后他看那边就绑起他 我估计这个机会相当微 不要说一百多岁的老人家 你说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要捉住一个十多岁的年轻人 可能变得更容易 所以很明显的 这道经文表达出 以撒也是配合了献制 如果阿伯拉罕献上心爱的儿子很艰难 以撒愿意配合 一切都不容易 你可以带到你子女身上 千万不要这么做 我再说一百岁生儿子再说 这段经文不单止以撒 不单止阿伯拉罕对神有信心 以撒同样对上帝有一个很信服的表现 当阿伯拉罕真的决心 他完全没有将上帝的说话 有任何保留的地方 他准备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 耶和华的使者 很明显的耶和华使者 就是上帝自己 上帝透过人的方法 向阿伯拉罕显然 所以从阿伯拉罕的角度来说 是耶和华使者 不过是上帝自己 因为夏文 这个耶和华使者 用第一声说的 你既然不将你的儿子留下 所以我现在愿纳你赐福给你 用第一声来说的 所以这是上帝透过人的方法 跟阿伯拉罕显然 在《旧欲圣经》很多都出现了 然后同样地耶和华使者说 阿伯拉罕 我刚才说过 这个可能更加紧急的说法 好像刚才提过 两次呼叫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同样地 我再者 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里面 心情相当复杂 要顺服上帝 同时要杀了他心恶的儿子 他的儿子 如果刚才所说是配合的话 他更加难受 在要遵行上帝的过程里面 阿伯拉罕仍然说那句 我在者女 他不是向上帝埋怨 或者向上帝逞强 他同样是一个君臣 一个上帝的儿女的态度 去回应上帝 我在者女 因为阿伯拉罕这样做 所以接下来的上帝对他评价 第十二节 请一起读出 天使说 你不可在者同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及我 你看到我 第一声说 不及我 当然是上帝自己 上帝因为阿伯拉罕这个行动 这个意愿 他叫他停止 因为上帝根本不是要人 将他的儿子 这样来献上 上帝要他的心 要将所有东西都不可以高过外上帝 顺服上帝 这个标准之上 然后评价就是 我知道你敬畏神了 整个阿伯拉罕最后的行动 是上帝的评价 是敬畏上帝 这里很有趣的方法 我知道 我们都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 为什么是我知道呢 这个神知道 在圣经里大概有两个意思 第一 是用人可以了解方法说 即是上帝的手 上帝的脚 上帝的眼 都是用人可以理解方法表达 同样的 当你这样做之后 上帝见到这个过程 上帝是我知道 都是用人可以了解的方法 去表达上帝越纳这件事情 然后在我知道的里面 神知道的里面 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建立阿伯拉罕的信心 上帝知道阿伯拉罕会顺服 不对人来说 你要经过一个考验 经过一个考试 实际经过这样的处境之后 你的信心才会更加坚定 否则你的信心只停留在头脑里面 为何上帝的时候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考验 好像一个一个难关考试在前面 是为了我们自己 如果你再将新约圣经所说的 我们所遇到的试探 是人能够受得到的 试探或者中文的试探 特别是亚国书底章所用的字眼 是同一个字 试探和试炼 在原本是同一个字 不过同一个目的上 有不同意思的翻译 试炼是神给我们的 试探是从魔鬼而来的攻击 试探就要突显我们的软弱 以至我们跌倒 而神试炼我们的考试是什么目的呢 是突显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可以站立得稳 即是上帝知道亚伯拉罕有这个信心 但这个信心要再肯定些 要再经过磨练 然后更加成熟 整个的试炼 整个考试是为了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 当然间接也因为亚伯拉罕的榜弱 影响了后世历世历代的信徒 这件事后面《记者圣经》记载这件事的结果 阿伯拉罕说 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纳的神 我也要解释一下 耶和华以纳这个词 基本上的意思是看见 所以如果你看《吕镇宗》的译本 他翻译也很有趣 他说上帝是顾念到耶和华以纳 就不是亦做耶和华以纳的 他将意思直接说出来 上帝会看见的 这句说话 在圣经里面 这段经文出现的两节 第一节第八节 以撒问 那羔羊在哪里? 然后阿伯拉罕回言说 我而神必自己预备 其实就是上帝必定看到我们的需要 祂看到有繁制的羔羊 所以耶和华以纳 就是上帝会看着 将他意思说出来 就是耶和华必定会供应 大家这个是否很重要 当我们下去试探、试炼、很艰难的时候 你知道耶和华会看着的 这是否最大的安慰呢? 阿伯拉罕同教很有能力地宣告 我们的神 是耶和华以纳的神 是耶和华看到的神 而耶和华神对阿伯拉罕的评价 你看到后面的《记者圣经》 好像在《创世记》第十二章所说的 他论福 我要赐大福给你 然后论子孙 你的子孙好像海边的沙 天上的星那么多 有很多子孙 然后在《创世记》第十二章那句话 《万国必因你得福》 不过在《创世记》第十二章 改了一点点 它是《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 这里突显以撒成为了阿伯拉罕的后裔这件事 《万国必因》这件事 而得福 后裔在保罗的《加拉太书》里说 是单数的 是一个字 是指一个后裔 不是指所有的后裔 就是说是透过阿伯拉罕的后裔 其中一个就是耶稣基督 而万国会得福 我们试试总结一下这两个这段经文所说的 或者这个考试这个主题 刚才我提过 第一个阿伯拉罕面对的考试 就是创世记十二章 它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 你留意一下那个次序 本地这个地方 本族是我的家族 父家就是我最自身的家人 而这三个 你看到的程度上 由开变一路去到里面 先是本地 就是同村的人 或者同乡的人 接着是他最亲的家族 去到他的家人 然后第二个 或者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个考试 就是二十二章这段经文 在经文里面同样出现了几次 他说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是你所爱的以撒 同样地 由开变一路到埋变 你的儿子 起码当时他有两个 不是 是独生的儿子 是那个 更加强一点 是跟你有密切关系 你所爱的 你最喜欢的儿子 以撒 如果从另一个比较 这两个考验 这两个考试 第一个 是要离开 他过去的 自己所成长的地方 可以说是离开过去的一个考试 然后献上以撒 如果以撒真的死了 阿巴拉罕就没有未来 可以说是一个整体上 和阿巴拉罕完整的一个考试 当他过往建立了 上帝离开了他的本族 但是现在献上以撒 如果以撒真的就这样离开的话 阿巴拉罕就不会有任何的未来 这两个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 对阿巴拉罕整过的考验 如果我们将这三个 我再者里 作为今天讲道的分题 我会这样说 因为上帝最后定位他是敬畏神的人 所以第一个 我再者里 他是敬畏神的一个确立 一个定位 当神说 阿巴拉罕 他立刻回应 上帝还没说任何事情之前 当上帝呼叫他时间 就是我再者里 第二个 当以撒问他 那阳哥在哪里 他说 阿巴拉罕的回应 我在者里 他真的将他所信的 神所吩咐的实际的付诸行动 并没有因任何环境而改变 第三个 在危急 很混乱 他心情很矛盾的时候 他仍然说 我在者里 他对上帝敬畏的心 总结一句说话 这段经文所说的是 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是要对上帝完全的信服 我用了很多时间去解释 这段圣经文的内容 我想回到今天我们讲到家庭家长的身上 我只是用一句说话来做一个总结 很喜欢一位神学家 叫J.I.Pekker 阿赫 可能很多人看过的书 叫《认识神》 或者看过一本 《司徒信经》等等的讲解 是一个非常近代伟大的风文派神学家 他不仅是神学家 他仍是对教会和牧会有很深刻体会的前辈 他说一句说话 他说今天教会最需要教会的牧者一件事 我试试分开来写 你想想 你觉得今天最需要教会牧者一件事是什么 看看你的想法和这位神学家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你觉得传道人最需要什么事情 当然他说的不是绝对 不是圣经 不过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觉得今天传道人最需要什么 讲到行政 因此等等 你参考一下 巴赫这个神学家 神学家就是神学家 他说什么 他最需要牧者的圣洁生活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他不是说他的工作 而是说他的生命 我做了牧者四十多年 我差不多同意到不得了这句说话 今天教会最需要牧者的是 牧者需要有圣记的生命 我套用这句说话 当然 我借助这个伟大神学家所说的 我套用这句说话 是今天我所说的 这个讲题所的结束 今天基督教的家庭 我这里都是基督徒 大部分都是 基督徒家庭最需要父母的是什么 我猜是根据阿伯东楼下来说的 家长 我想说是特别是父亲 父亲在神的设计里面 一般的情况之下是一家之主 父亲在各方面应该敬畏神 我再说是各方面敬畏神 如果你留下来给你的子女看到的 给你太太看到的 你在金钱上面 你在说话上面 你在人際相处上面 你在对上帝的亲近的事情上面 你在敬畏上帝的话 我告诉你 你会让你子女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遗产 今天你的子女最期望你的 可能不单单你陪他 你跟他玩 你跟他同行 这都很重要的 但更加重要的是 你在凡事上让他见到 你敬畏上帝 我最后用一个体会和大家分享 最近我儿子有机会和我 他在美国纽约工作 所以我们很少见面 特别是这几年疫情很少见面 但他有一次电话和我说一件事 令我到现在常常在心里 他叫我 爹地你去和我另一个女儿 你关心一下他 他最近都有需要 接着他跟我说 他爹地其他人关心不同 你们父母是不同的 你关心一下姐姐 他现在有些特别需要 当然我也会关心 但他举了一个例子 令我很震撼 他们知不知道 我现在工作很忙 他在纽约工作 所以他说晚上我常常睡得不好 他常常睡得不好 很紧张 他人很疯狂 他常常醒 他说不知为什么 无论我们去纽约探他 或者他回来香港的时间 当他知道他睡觉的时候 父母在屋里 他那晚就睡到天亮 我从来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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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原来 到了他三十多岁 成人已经有 他赚了钱给我 当然 到了这样的阶段 原来父母在心目当中 都站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我再说 今天基督化的家庭 最需要什么呢 是最需要家长 父母 在各方面敬畏上帝 当今天你做父亲 可能收到不同的礼物的时候 请你想想 我有什么礼物 可以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结论是 你在各方面 能够立下敬畏神的榜样 这是给你子女 最好的属灵的遗产 原上帝慈福你们 在这里 趁我站在港台的时候 我想提提 今天有一本书 一间报告是可能会推介的 是波导会在中国的历史 是我们自己的会友 王庸龙和弟兄阿龙 他用很多时间 他用很多学术的研究 第一本 波导会的正正式式的历史 1930年竟然是第一本 我很感恩 我真的希望你认真看 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熟灵遗产 我自己整本书都看完了 对我非常有帮助 我极力向大家推荐 有其他另外一本书 不过这本书 今天作者在这里 他会亲笔签名 如果大家买了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人手一刹 如果做太太的 你试下买这本书 送给你丈夫做父亲节礼物 应该是帮助他更好的 凡事上敬畏神的人 愿上祢伺福大家